欢迎来到娱乐新闻频道 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有关以下著名艺术家的突发新闻 任嘉伦又一部新剧即将开机 女主是90后小花 助续单郭小婷作配 近日 网剧了《烈焰之舞》更迹开通官博 其实他开通官博网友并不关注 让网友关注点的并不是他翻拍成电视剧 而是此剧的演员阵容 据传《烈焰之舞》更迹男主由任嘉伦出演 看过他的古装剧 都知道任嘉伦不论是在颜值还是演技上都可圈可点 被誉为古傲天花版之一 任嘉伦从大唐荣耀天机之白蛇传说 周生如故到今年的热播剧 恰是故人归请君 几乎任嘉伦所有的古装剧都能成为收视黑马 网传《烈焰之舞》更迹 女配阵容够强大 朱旭丹 郭晓婷作配 两人不管颜值还是演技都是重规重举 特别是郭晓婷 在恰是故人归中顺德 先机风批美人的形象还记忆犹新啊 对于她 评论出奇一致 她是属于戏红人不红 总是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 安于现状不争不强 没有绯闻 如果不是有作品实际摆着 很难相信谭松韵才是近五年里 九零后小花里最抗拒的女神 虽说小姐姐本人一直很低调 但她主演的作品无论是古偶 还是都市家庭剧都很出圈 和任嘉伦合作的小成本网剧 锦衣之下圈粉无数 和张新成和宋威龙主演的 以家人之名更是湖南卫视的热播剧 这两年以来谭松韵也一直处于无缝禁足状态 今年不仅和男神紧百然合作了龟路 如今也在和颜妮合作 再见李可乐 代播剧还有和王楷合作的《相风而行》 这部作品是央巴的预备上星剧 让人格外期待 龟路的开机时间和杀青时间都在今年 尽管拍摄过程中路透图不多 但剧方每次放出新剧照都会引起热议 近期龟路剧方卡点1314是出角色 同框剧照的同时 也敲咪咪在文案里放上了预约链接 1314的特定时间节点加上 谭松韵和景百然亲密依微的剧照 这案戳戳的唐谁看了不心动 尽管说景百然和谭松韵都是比较低调的男神女神 但他们在剧照中的状态着实令人上透 景百然饰演的男主穿着黑色皮衣 将手指扣在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脑后 两人的呼吸缓缓贴近 这种半强制的支配感实在令人上透 龟路不仅拥有颜值与演技并存男女主 原著更是自带热度 这部作品改编自莫宝飞宝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投资总监龟小 谭松韵饰演十年后重逢 排报特警鹿严陈景百然饰演 两人破镜重圆 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莫宝飞宝的原著作品 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口碑一直不低 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周生如故 都是现象及热播剧 在这之前它还是偶像剧 和以生肖默的编剧 无论是从文学创作者 还是以影视作品编剧的身份来说 它的履历都令人侧目 在龟鲁剧方更新的剧照中 让网友看到了谭松韵和景百然之间的CP感 如果说之前的雪景剧照 让人看到如同韩剧的唯美浪漫 那么这次的铜矿剧照 就让网友看到了平凡生活之中的温情 喜到发白的床单和昏暗的灯光 恰到好处了营造了暧昧氛围 剧照中的谭松韵 拥有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这让他演起外表温柔内心坚定的角色 来自带气质加成 剧照中的他穿着男友风黑色棉袄 也像站在T台上一般闪闪发光 怀中抱着小狗气质格外温柔 已经让人开始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了 景百然之前深受电影圈喜爱 出演了不少口碑与票房齐飞的佳作 无论是青春疼痛题材 还是搞笑古装都游刃有余 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电影的演艺方式 去诠释录严陈这一角色呢? 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订阅、点赞和评论 非常感谢